水箱牡蜜 主要的食材有 牡蜜300克 台式泡菜100克 面粉100克 九層塔10克 葱末3大匙 鸡蛋2粒 炼乳100克 蒜末2大匙 酱末1大匙 白芝麻1大匙 另外方位酱汁要准备黑醋200cc 糖3大匙 米酒2大匙 酱油糕2大匙 辣油2大匙 香油1大匙 还有太白粉适量 以上就是口水箱牡蜜的主要食材 口水箱牡蜜的做法是 将泡水的牡蜜稍微汆烫后捞出 打蛋液加入炼乳搅拌均匀备用 牡蜜沾上面粉 再把牡蜜均匀的沾上蛋液 平底锅加热后放入牡蜜 煎至两面金黄取出备用 泡菜切成小段放入盆中 再放入姜末 蒜末 葱花搅拌均匀 接着加黑醋 糖 酱油糕 米酒 加热搅拌均匀后 加入太白粉水勾芡倒出 淋入腊油和香油 就完成了风味酱汁 将煮好的酱汁放入盘底 再放上浸好的牡蜜 撒上切碎的泡菜 摆上九层糖 撒上芝麻 就完成了这道口水香牡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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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